在这边就打脸卓隆泰七次 检查时间还没开始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先在国事论坛上 对着隔腿卓隐推骂 行政院对国会扩权法案提复义的七大理由都是造谣 指控是我们习近平这个要求韩院长 还有傅昆琦要来干的 要控诉程序不正义 正义之身只会有一种 不会有两种 武党籍立委高金素媒跟卓隆大战程序正义问题 但卓隆泰也反击 确实有违宪疑虑 民众党八名立委同样抛红行政院散播假消息 总之后黄国昌前一天更说 要办假消息 第一个办卓隆泰 伤信度比较强 就让社会来攻断吧 捍卫复义态度明显强硬 面对傅昆琦呛 复义失败 要不要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卓奎也给傅昆琦选项 行政院长没有辞职的选项 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琦委员 您有第三款的选项 你要不要放弃 卓奎替倒戈恐怕让在野归缩 而复义案总统若在近日何可 国民党团可能安排六月十四或十八表决 但蓝白人数仍有优势 蓝白都称不会跑票 复义案朝野交锋 卓奎硬起来 一一反击